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在联合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啊 说这个国民党新任的组发会主委杜建德 他表示说有信心去整合郭台铭 那接下来呢韩国瑜的民调也将会回升了 有两个面向的问题想请教一下王先生啊 一个是国民党在这个时候去启用杜建德 用意何在要他发挥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还有就是杜建德说的非常的有信心 他的这个信心又从何而来呢 我想这个杜建德他的信心啊 应该来自于韩国瑜本身 因为韩国瑜的民调高或者是低 说老实话跟国民党有关系 但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杜建德杜先生他的所谓有信心 他应该是指的 就是韩国瑜先生 他应该会在十月中就会开始请假 专心选举 因为前一段时间以来 大家都非常清楚韩国瑜可以说啊 这个内忧外患 内忧外患的主要原因 他一方面又兼得高雄市的市长 同时又要参选台湾的领导人 他可以说是蜡烛两边烧 而且呢内忧外患 来自于各方面的含黑 这个各方面包括党内 还有这个民进党1450啊 这个含黑的部队 从陆海空三个方向 对他不断的抹黑 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杜建德呢认为啊 只要韩国瑜啊 能够选举能够这个请假的话 那当然民调就会慢慢的攀升起来 他的这样的一个讲法部分是对的 但是呢 之前这个国民党的主发会的主委 叫李哲华 大家一般的认为呢 他是比杜建德呢 更善于选举的操盘跟布局的 那所以呢 李哲华严格来讲 是九合一大选的功臣 可是呢 李哲华就在9月12号 就冲着这个郭台铭阵营的人说啊 郭先生如果要退党 就赶快退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啊 这一个李哲华人士就被撤换了 一般的解读就是说认为啊 吴敦义为了讨好 或者说是能够缓和跟郭台铭之间的关系 而不管怎么说啊 这样的状况是非常的不好的 因为主发会无疑就是 国民党的重要操盘的这个选将之一 那杜建德他虽然说对于选情有信心 可是呢 我认为他对于一个 目前比较深疏的一个情况 杜建德可能要加倍努力 不然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像 这个李哲华那个样子啊 得心应手赢得这场选举